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先講講上個禮拜的功課 上個禮拜給了兩條題目,我們很快就講一講 第一條,這裡有一個寵物,有兩個彈簧請Spring balance牽引著,令它靜止不動 畫一個Free Body Diagram for the Mask,意思是畫所有Mask受的力 有什麼力呢?很明顯,它寫明Wage是10N,當然要畫Wage 另外,有F1和F2,F1和F2,即是彈簧請Spring balance的讀數 即是彈簧是扯行的,也即是有一個張力,Tension 所以F1是Tension,F2也是Tension,我畫出來 所以我們寫F1有註色Tension,F2扯到右邊,有Tension Part B,找一個Nedge force acting on the Mask 既然它都說明它是stationary,不動,by Newton's first law 不動的Nedge force就會是0,所以你直接寫0,就沒有步驟 好了,到Part C,計算F1和F2,這兩個Tension的讀數 我們如何去計算F1和F2的數值? 其實我們會把打斜的F1拆開作兩份 F1和F2的數值 基本上這個數值在這裡,即是這條邊是輪邊 所以是F1的數值 另外,這個就是F1的數值 我們要計算的時候,首先看上下的情況 上下就是F1的數值 重量抵消 重量不是10 所以F1就是10 over 30 度 得出20N,很快計算 看上下,再看左右 Horizontal的時候 F2和F1 cos 30 度 相抵消 F2等於F1 cos 30 度 代回F1就是20 因為剛剛計算了 所以成為 cos 30 度 得出17.3N 好,接著到第二條 這個題目說 有個Trolley 質量是0.4kg 向著Rough Plane發射在上面 起初噴射速度是4mps 去到最高點 時間是1.6秒 好了,那是部分A 計算Trolley在斜板上面 當它move up的時候 加速度,acceleration是多少 我們的資料 就是HIGHEST POINT 即是V是0 最高點 U就是4 起初 時間是1.6秒 這樣就算A 很簡單 用V就是U和AT 來計算 但是把數字 可以計算A -2.5mps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減速 所以A會計算負數 很正常 或者你可以像答案 寫2.5mps 就down the plane 好了,我們到部分B 部分B 就要找Fashion 當它move up 我們先劃齊所有 力 就應該有個weight Mg 但是因為斜板題 所以我們會把Mg 拆開做Mg Size 10度 和Mg Cosize 10度 但我們最好 背了它 Around the plane 就用Size Perpendicular to plane 就用Cosize 另外 因為Trolley 向上移動 所以Fashion 就是向後 to oppose the motion 另外 A part 就說Trolley 其實是向前減速的 我們可以說 它是向後加速 其實是一樣 所以我就畫一個 墊速向後 我們要找Fashion 即是我們考慮 Along the plane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這兩個力 就加進去 另外 這兩個力 和加速度 都在同方向 所以我們就不會出現負號 兩個力 先加起來 這一個就是Mg Size 10度 這個就是Fashion 那這個就是M A 那這個就是M A 再移動下去 Fashion 就等於0.319N 好 到達到Part C1 其實Part C1 你會看到是4分 其實步驟相當多 其實我首先 就說回第一個步驟是甚麼 其實Part C1 他就問 当troyd回到 its starting point 时,速度是多少 即是上了后又下来,我们第一步就要计算上去的 displacement 多少 好了,我们上去的 displacement 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回刚才的资料 U是4,U代4,V代0,T是1.6秒,上到最高点 那我们就会用公式 S 等于二分之一,U 加 V 乘2,T 代替所有数字,S 就会计算3.2米 好了,接着我们要再画一个 false diagram 今次因为它是滑下去,滑下去,Fashion 阻碍它滑下去 而现在的Fashion 向上 滑下去的时候,Mg-Cosifeta 没有变 好了,但因为现在的Fashion 向上 所以静力,Mg-Size 10 度 要和 F 双方向,计静力时 等于 M 乘2,A 好了,我们做一个主行转换 A 等于左手边的那些,over M 好了,然后A 代替数字 M 0.4 G 9.81 10 度减Fashion Fashion 就是刚才 B part 的答案 0.319 或者我们计算机,取得多一个小数点位 0.3186,over M 0.4 计算到 A 就是 0.97 M per second square 或者我会滑下去,这样加速 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利用 之前的距离是 3.2 米 加速度是 0.907 我们有个公式 V 2 次等于 U 2 次加 2 AS 当然,U 是算哪个位置 因为现在的运动 是由最高点测下去 所以最高点开始出发 U 就会代为 0 所以代替数字,V 就会开放这抽 就等于 2.41 M per second 好了,到 C 2 Part 了 Sketch V T 图 其实 V T 图 首先 V 是在 hyphen 前面 V 是为 Y 轴 但你记住斜 写单位 M per second S 轴是 Time Time 即是 T 斜 写单位 这样才可以 好了,然后按照刚才计算的资料 画一些线图 首先,它说有 Initial Speed 所以这里写回 4 1.6 秒 最高点是 0 其实一下子跌下去 很明显是减速 其实跟 A Part 是很吻合 好了,然后车子上去之后 最高点回来 回来的时候 就代表那辆车子 是 Move With Opposite Direction 所以跌回来的时候 之前就计算到 V 是 2.41 M per second 但要表达相反方向 Opposite Direction 所以 V 要写負 2.41 M per second 所以那条线 就继续再跌下去 我见到同学的功课 V T 图 这样就很明显是错了 因为 因为没有留意到 跌回来的时候 方向是 Opposite 所以 V 要代负数 最后我想解释 第一个阶段 V T 图 跌得这么急 第二个阶段 V T 图 跌得不太大 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 V T 图的Sloop 是代表加速度 第一段的加速度是-2.5 第二段的加速度是-0.907 大家的Sloop都有负数 所以条线就这样斜下去 第一段Sloop的数值就大些 所以就会跌得急些 那份功课就讲解到这里 请脱在YouTube留言处 也设计你的学号 因为是计分的 拜拜